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红杰 首先带您看到县长徐真卫上任以来是积极的推动幸福花莲花园城市计划 并推广环境教育,那么也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 而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18日是由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动图典礼 并与多位的议员祈福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并期许未来能够成为多功能的环保互动学习中心 与乡亲一同打造幸福花园城市 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18日由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动图典礼 并且与环保局长劳中以及花园多位议员共同祈求工程顺利进行 县长徐真卫表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全世界各国在面对严重性环境破坏的威胁之下 对环境永续保存各项作为更加明确积极 在全世界深受麻烟害影响的状况之下 花莲县是台湾唯一能够大口呼吸 享受天然景色的一块净土 好上好水的环境必须永续保存 为花莲孩子们保留花莲的优质环境 现代学会表示,花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可以提供多元的环境教育题材 然而除了完整的专业的环境教育服务 以及多元的学习课程之外 仍需要完备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 目前环境教育永续中心所运用的资源 教材、人寿线、文宣以及印刷品 无法与时俱进的衔接数位化时代趋势 未来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将运用科技进行互动系统 期盼想起能够透过数位中心 将环境概念升值在日程商务当中 101年成立的公办环保永续教育园区 而在今年的此时时刻 我们要让它升级成环境数位园区 园区中有AR、VR还有3D 更可以让我们的乡亲长辈 还有我们的孩子 可以到我们的园区来学习 所有的环境教育以及专业的知识 可以推广我们爱地球以及爱花莲 花莲县环保局长 老龙表示即将动途的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基地为100年8月17号 自军备局接管过来明德营区 后续成立了环境教育使用区中心 现有建筑物已经使用了51年 建筑物安全以及耐震都是考量安全的艺术 同时华人县环境保护局现有的办公厅设 收集用于建筑空间狭小而办公空间明显不足 插工次相当小 民众插工变运性不足 甚至无法提供环境教育推广场域 环境节听设以及建设结局 适逢县长许政会担任立委期间 努力争取经费补助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核定总补助额度为新台并1亿3500元 让环境教育数位中心得以兴建 老龙表示 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管内设施 不只提供人员办公室以及加工 同时也将会规划多媒体展演方式 虚拟环境技术 以及全息投影系统等数位设备 达到预焦与热的目的 记得继续华丝不老